坐落在深圳的南山闹市群中 有一座看上去并不起眼的城中村 也许你有可能经过 又或许你也可能来过 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 这是一座距今有着1700多年的历史古城 也是目前深圳最具规模的历史文物旅游景点 在明清时期 古城作为重要的海防军事重镇 为抗击倭寇和抵御外敌 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南投古城原名新安古城 位于深圳市南山区南投天桥北 占地面积约7万平方米 因古城设有九条街 所以也叫九街村 南投古城最早要追溯到三国时期 是当时的柱四岩都卫岭 也叫府城 后面到了东晋咸河六年 也就是公元331年 在这里注设东宫郡城和宝安县城 所以自近代以来 包括香港、澳门、珠海、中山、东莞等地 长期隶属南投古城的管辖 那么据史料记载 当时的新安县衙 也就是设在现在古城的原址上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南投古城 始建于明洪武27年 也就是公元1394年 当时在城址上修建的叫做东莞首玉千户所成 后面到了明万利元年 也就是公元1573年 设新安县 该古城为南海交通要塞 海防军事重镇 在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之后 香港就从新安县割浪了出去 同时新安人民在抗击英精侵略的斗争中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县楼金经过改造之后 修复的新安古城内包括有 新安门牌楼 南城门 县衙 新安监狱 海防公署 东莞会所 关帝庙 闻天祥词 鸦片烟馆 接官厅 聚秀楼 毅丽亚当铺 桃米宫钱庄等十几处景点